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六贝莉 这个六贝莉它开的花非常像这个蝴蝶 等它花开满只的时候 就像一只蝴蝶在那里 一群蝴蝶在那里飞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一棵的话是去年我用这个种子拨的 然后把它种到了这个甲植盆里面 大家看现在它长得非常的茂盛 底下这个根长出来了很多 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给它上盆 否则就会影响它的生长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六贝莉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如果一盆种一颗的话 可以选择口径20厘米左右的就可以 像我的这种它是这种急速种子拨出来的 就是有好多粒种子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看一重 那么这一种如果种一盆的话 这个盆就要稍微选大一点 还有就是这个六贝莉 它可以摆在那里养 也可以挂在那里养 还可以吊在那里养 那就要看你是想怎么给它养 就选怎么样的盆 我是想把它挂起来一样的 所以我就选择这种大一点的挂盆来种 多大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六贝莉它喜欢这种肥沃 疏松透气排水性好的土壤 一般常用四份辅液土加四份田园土 再加两份河沙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种 先在这个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花盆放进去 继续加土 把四周给它摁紧 再把它取出来 倒出来 看 这个根系发达吧 因为之前用的这个土的话 跟我现在用的这个土是差不多的 所以的话可以不破坏它的根 直接放下去 这样的话它就更能和这个新土融合 再给它浇透水 这边就会自作为了 这边就像是这样的了 这个土用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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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这个土用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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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这样就浇好了 然后再给它打一下顶 这个六倍粒 想要让它长得爆的话 就要舍得给它打顶 更何况现在它这么小 就已经运了很多花类 更要给它打顶 这个六倍粒打顶也是一样的 只要把这个顶牙给它剪掉就可以 这个六倍粒打顶 也不只是打一次的 等它的这个侧牙长出来 两截之后 还要继续给它打 打到你觉得这个猪型 你比较满意了 再让它开花 这样就打好顶了 现在就把它搬去缓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个一两天就可以 就可以了 第一天就可以了 做出来的